丘收代表什么生肖?探索鼠蛇人的性格特点和运势,丘收东藏的代表是生肖蛇,因为蛇会冬眠。但生肖蛇的人却极度渴望别人的关注,当被冷落时会变得更加活跃。 鼠蛇人的性格特点和运势并为他们呈现出令人惊喜的一面。鼠蛇的人喜欢吸引别人的注意,以满足自己的自尊心。用英语单词说话只是吸引别人注意力的一种方式,这会让他们感到非常满足。 他们极度自恋,无论做什么都只关注自己的立场,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和感受。哪怕伤害了别人,也不会反思自己。 在鼠蛇的人眼里,他们从不会犯错,总是别人的错。鼠蛇人的内在魅力和成长潜力,然而鼠蛇人的魅力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对自己的自恋上,他们也具备着难以忽视的魅力。 他们独立自主,有着很强的个人魅力和魅力,总能吸引他人的眼球。此外,鼠蛇的人还常常有潜在的成长潜力,只要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且学会反思,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。 2024年鼠蛇人的运势展望,据说,2024年对于鼠蛇的人来说,整体财富会有所下降。 因此,他们需要避免在琐事上浪费时间,将焦点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 不过,他们的爱情运势则相对一般,太过强势可能会让人难以忍受。 而在工作方面,鼠蛇的人的运势越来越好,可以通过多做事情积累经验,实现更大的突破。 此外,他们的健康运势也将逐渐好转,能够保持良好的身材和体态。 鼠蛇人以秋收为代表,秉持着对自己的自恋和渴望他人关注的独特性格。 不过,他们也具备着独立魅力和成长潜力,只要学会反思并克制自己的自恋,他们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。 2024年,对于鼠蛇人来说,财富方面可能会有所下降,但工作运势将越来越好,健康运势也将逐渐提升。 鼠蛇的人需要抓住机遇,积极面对,并为自己的未来赢得更多的机遇和成功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近些年来,有无数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,自己劳累多年,得到了什么,又有什么意义呢? 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观点,当一个人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,要么他是哲学的爱好者,要么他遇到了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,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当中。 99%的人都不是哲学家,那就说明无数人都陷于烦恼当中,不仅身体疲累,心态还比较悲观,对于生活以及人生没有太多的希望。 网络上说过一个段子,普通人能读个本科就不错了,了不起读到研究生。 毕业出来,都24、5岁了,原以为可以改变命运,谁知道在35岁左右就被辞退了。 退休貌似也遥遥无期,现实是,淘汰的人越来越多了,但退休的时间貌似越来越晚了。 对于这些被淘汰的普通人而言,他们所面临的就是较为艰苦的往后余生了。 一早上岸的老年人还好,最不易的,应该是当下的年轻人和刚步入中年的中年人。 职场危机多半从35岁开始。 前段时间有一个报道,说的是如今的公司都不招30岁以上的员工了, 而且35岁左右就被优化的白领也逐渐多了起来。 秉持着客观的态度,就打开各大就业案,发现确实如此。 更夸张的,还有公司只招25岁以下的,而不招25岁以上的。 比如一个普通人,到了35岁就被优化了,出了企业,那他能干什么呢? 只有四个选择,要么送外卖,要么送快递,要么开滴滴,要么找零工,自谋出路。 特别是白领或者程序员,基本逃不过这几轮的裁员潮,那思维被限制的他们,不就别无选择了吗? 没办法,他们也只能见一步,走一步了。 网络上有这么一个数据,截止2020年,外卖骑手当中,本科级以上学历的人数有17万人,其中包括了6万的研究生。 那只是2020年的数据,到了今天,也许会更多。 更何况,每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都上千万,普通人的选择只会越来越少。 旧的劳动力还未被消化,新的劳动力又出现了。 那就只会导致一个结果,裁员潮一波接一波,30多岁的职场老人,也只能在悄无声息当中被清退了。 这,便是当下所谈到的35岁职场危机。 从35岁开始,到55岁会步步艰难。 很多人会比较疑惑,人生为什么会如此艰难呢? 为什么就不能安稳一点呢? 其实,安稳二字,对于普通人而言,那是很难做到的。 试想,如果人人都能安稳,那谁去搬搬台台,谁去做苦力,谁去送外卖呢? 从二八法则的角度来说,能够财富自由,且生活无忧的人终究是少数。 而无法财富自由,上了年纪还需要到处打工的人,才是大多数。 不然,大城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流入人口呢? 特别是北上广深,为什么会被人视为打工人的天堂呢? 有钱赚的地方,就有普通人涌入其中。 看到过一些中年人,还未到50岁就满头白发了,依旧在日晒雨淋的生活当中打拼。 他们为了什么呢? 只为了赚点小钱,养活家庭而已。 年幼的孩子需要上学,上了年纪的父母需要养老,夫妻两人需要日常的花销。 如果还遇到一些意外,家庭的钱是不够花的。 说的难听一点,在外漂泊的打工人,一辈子都忙忙碌碌,手停口停, 最后貌似得不到什么,也带不走什么,实在是让人唏嘘悲叹。 铁打的大城市流水的普通人,如此便是真相。 人生为什么会逐渐变得没有意义呢? 因为每个人都在反思自己的人生,同时觉得人生的轨迹已经被固化了。 也许,普通人的人生轨迹大致是不会改变的。 出生,独幼儿园,小学,中学,大学,出来工作,买房买车,背负三十年的贷款,结婚生子,中年危机,晚年危机,归去。 这些个过程,当中充满了内卷和竞争,稍微松懈了,就会被淘汰出局。 比如,有些人考不上高中,考不上大学,或者大学毕业后失业了,那他们不就惨了吗? 在内卷的环境当中,普通人的试错成本太高了。 只要在某个阶段落后了,那他们就会跌落到更低的层次当中,最后混成底层的样子。 很多人会说,为什么努力了,也没有好的结果呢? 有句话很刺耳,但很现实,如果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改变命运,那世上最高贵的应该是一头牛,而不是人。 牛,一辈子都勤勤恳恳,但还是改变不了脸朝黄土被朝天的现实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出生在哪个城市,有多少钱财和资产决定了命运? 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,多半是人生苦旅的自渡者,无人帮助,只剩孤身。 仅此而已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